本文由头条机记忆人招宁宝传写 英超第三轮富勒姆迎战不温利 在北京时间2018年8月26日23时零分打响 最终富勒姆次比二战上不温利 赛利、许尔勒、米特罗维奇为本队进攻 塔尔科夫斯基、亨德里克为本队挽回颜面 4-3-3阵型成为了此一富勒姆的首选 后卫线上奥多伊和勒玛而上坐镇 封线方面徐尔勒、米特罗维奇和比埃图出任箭头 另一方面,伯恩利排出了4-4-1-1的阵型 亨德里克将坐镇中场 武德出现在封线 第四分钟 通过精彩的摆脱 富勒姆的赛利率先取得进球 1-0 第十分钟 亨德里克奔西斯开富勒姆防守 打入半平一球 1-1 第20分钟 格维兹门松被泰勒换下 富勒姆球员在中场不停地倒球 第36分钟 米特罗维奇把握两机 为富勒姆再下一城 2-1 第38分钟 米特罗维奇摆脱防守 为富勒姆再下一城 3-1 几分钟后 伯恩利默契配合 塔尔克夫斯基打进缩小必分的一球 3-2 一边再战 第54分钟 塔尔克夫斯基恶意犯规被黄牌警告 第59分钟 史尔雷平凡的发挥招致一张黄牌 第66分钟 伍德略显皮太 被替换下场 顶替上场的是沃克斯 第67分钟 巴恩斯基不登场 换下沃德 第72分钟 富勒姆试图重新调整下节奏 前博斯替换布莱恩上场 伯恩利在后场的防守一场密集 第78分钟 凯尔尼下场 顶替他上场的是安吉萨 几分钟后 史尔雷凭借个人能力 再度撕开伯恩利防守 再入一球 4-2 第89分钟 富勒姆做出人员调整 阿尔赛赛尼翁替换登场 第90分钟 被迪内利被黄牌警告 中场烧响 全场比赛结束 本场比赛 富勒姆全场有11脚射门命中门框范围 另一边 伯恩利流畅的配合 带来六脚射门 富勒姆全场比赛获得了12个人一球 犯规上 富勒姆有10次犯规 伯恩利则有7次 最终 全场战法 富勒姆4比2战胜伯恩利 全取3分 富勒姆本场首发阵容 4-3-3 伊贝蒂内利 21扶苏门 4-4-2-1 20雷 马尔萨 23布莱尔 24赛里 6-麦克唐纳 10财尔名 14-12雷 9米特 罗维奇 19比埃托伯恩利 奔唱首发阵容 4-4-1-1 20哈特尔洛顿 600米 5塔尔克夫斯基 23沃德 25叶龙 4-柯克 18维斯特 5的 7格维斯 麦松13亨 德里克 11 5的 6-4-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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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